哈喽兄弟们,我是悠风,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平台 可以帮我们生成虚的数字人 让你的虚的数字人开口说话 开口唱歌都没有问题 使用起来也非常简单 目前来说还是免费的 我们来先看一下案例 OK,大家觉得怎么样 那接下来跟着有风一起来思操一下 那首先我们打开这个网站 相关链接的话 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第一次进来你可以点击这里有个免费试用 我们点击一下它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登录 你首先的话你可以用你的Gmail邮箱先来登录一下 直接这里用Gmail邮箱登录 或者说你可以点击下面这里有个免费注册 输入你的邮箱密码 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注册好以后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可以进入 注册好以后的话我们来进入一下它的后台 它生成这种虚拟数字的方式的话就三步 第一步的话就是输入你要生成语言的文字 或者说你直接把你的音频导进来就可以了 把你的图片传进来 你想要什么图片开口说话 你直接传进来 或者说直接在下面可以直接给它一个提示次 它可以直接帮你生成一个图片 最后一步的话就是点击一下生成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那首先我们来 来演示第一种就是给它一段文本 它等一下会根据我们的文本 然后把文本转化成语言 再让我们的数字人说出来 那等一下我也会介绍怎么样导入一段新的音频进来 或者导入你的歌曲进来 等一下让我们的AI数字人的话来唱出来 我们可以来到GPT 叫GPT随机帮我们生成一段小故事 我叫它用英文写 那等一下的话我们就把这段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把这段文字的话转化成语言 随便我复制一下它 回到我们这个界面把我们再粘贴进来就可以了 它下面有要求的就是我们每一段话的话最多300个字 如果说你的超过300个字你就要分成两次来进行一下生成 那中间的话就是把我们的图片存掉了 它下面的话可以直接你给它一段提示词 它可以直接根据你的提示词帮你生成一个AI图现出来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说你自己有图片你只可以直接点击这里传也没有问题 生成我们的AI数字人的话也是需要一段提示词 如果你不会写的话我们可以叫GPT来帮我们写一下 我们来到GPT以后打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新的聊天 把这段提示词发送给他 我说你现在示意你现在扮演一名AI图片提示生成大使 我准备生成一些AI网红的一个头像 请你给我一些详细描述 那GPT的话它会给我们一些参考 那你可以根据这些参考的话来直接生成 那你可以多次几次 它每一次的话可能会给出你不同的一个结果 我试了很多次 这里比如说它给了一个现代网红头像复古魅力网红头像 自然清新网红头像 合力 运动合力网红头像 等等高冷时尚 那我随便选 比如说我来一个复古 复古美女复制一下它 回到我们这里把我们的提示词的话直接粘贴进来 它下面的话这里有个设置 那我们可以来点一下设置 设置里面中间的话你可以来排除一些提示词 比如说你看它上面有 普通质量或者说这里有个模糊等等 那它里面的话都给了你一些提示词 你可以复制两个 比如说还可以排除一个 比如说低质量模糊等等 这里面可以来设一下 而下面的话 这里的话可以自动裁剪把这个勾上 它就可以帮我们裁成一个 那里有个自动裁剪把它勾上 它可以帮我们裁成一个正方形 那这里的话可以使用一个种子文件 如果说你还想生成一个相似的 你可以把这个种子文件勾上 那后面的话它可以帮你生成相似的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我们不需要 OK我们直接点击一个生成 那这个时候的话 它在AI你看直接就可以帮我们 生成一个美女的一个头像 非常简单 那我们可以多来试几次 比如说来个现代网红的一个头像 直接粘贴进来 点击这里创建 它生成的速度的话感觉还是很快的 看这里的话又帮我们生成好了 我们再来个自然轻信的网红头像 那本期用到所有提示 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描述里面 感谢小伙伴到时候可以直接复制拿去 那么再来个运动活力的网红头像 来试一下 它这个生成速度还是很快 一般你看我点进去基本上马上就出来了 大家的话可以多试几次 找到你一个满意的一个头像为止 那都没有问题 这个的话又帮我生成好 那左边这里有个 那如果说你没有合适的话 比如说我把这个地方删掉 你可以直接点点 你来一个任意的一个提示词 它可以帮你随机 帮你生成一些头像出来 你看随便点一下 它可以随机帮你生成一些出来 这个都还是挺有意思 随机生成就是前面这两个按钮 大家随便点 它可以随机帮你生成 我还是比较喜欢我这个复古网红的一个头像 最后一步的话就是在我们生成视频之前的话 我们需要在前面来的话 来选择一个语音 它下面的话提供了几种语音 大家可以来选 上面的话它有性别 比如说第一个是男性 第二个的话是女性 女性 因为我们生成的是一个美女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 比如说第二个女性 我们的声音的话 你可以点击右边这个按钮 来视听一下这个声音 里面有几种选择 大家在生成之前可以来视听一下 点击右下角视听就可以了 选好以后 直接点击右边这里有个开始生成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这里的话 它在点了生成以后的话 免费版本的话 大家需要排队 这里的话都在排队 所有生成好以后的话 它都会显示到我们底部 这下面的话 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进度 大家可以 这下面的话会有一个进度 5% 比如说现在完成了5% 这个地方 那这里这里的话也会显示进度 那给大家看一下 我之前已经生成好的 这个美女的话 还需要一点 因为这里的话 还需要时间等待 那接下来我再来教大家 通过第二种方法 那么这里的话 已经马上生成好了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刚才生成好的一个效果 接下来我再教大家第二种方法就是 让我们的美女来唱歌 让她嘴巴动起来 那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直接导入我们想让她唱唱的音乐 那音乐的话我们可以来到输入这个网站 输入这个网站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 AI音乐生成的平台 那目前的话 它支持中文 英文 那世界上主流的语言 它都支持 非常好用 建议大家一定要来用一下这个网站 就是一个AI音乐生成的一个平台 第一次进来 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创建 那这里的话 你直接输入你的 你直接输入你的提示词 那它就可以根据你的提示 帮你生成音乐 那如果说你只想要音乐不想要歌词 你就把这里打开 那你想要歌词的话 就把这里的话关上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这里可以教她 帮我生成一首感人的爱情歌曲 我直接点击一下 创建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那生成好以后到它右边的话 每次的话会帮你生成两首音乐 时长的话大概在两到三分钟左右 那中文的可以生成 英文的话同样可以生成 你只需要给它一段英文的提示词 就可以了 就说帮我创建一首爱情音乐 那点击创建可以了 下面的话都会帮大家创建好 那我们来听一下 有风刚才已经生成好的音乐感觉怎么样 我们来听一下 大家感觉怎么样 应该还是可以了 生成好以后 直接点击右边 在这里有三个点 我们点一下这里有个下载 我们选择第一个 下载一个音频文件就可以了 把这个手音乐下载我们的点上 下载到我们的电脑上 下载电脑上以后 它接下来的话 我们回到我们这个header 回到我们的header 我们把我们刚才的音乐的话 直接导进来 比如说我们把刚才这首英文歌曲导进来 但这个歌曲的话 它有个要求 就是最长的话 30秒钟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稍微缩一下 缩到3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 OK 比如说刚刚30秒 超过30秒的话 就它目前来说的话 是生成不了的 那中间的话 同样的话 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 那中间这个美丽头像的话 我们可以也来换一个 比如说这次的话 我们还是来复制一下 我们这个提示次 那我们换一个AI图片生成工具 比如说我们也叫Laylado AI的话 来帮我们生成 那这个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AI图片生成工具 有风的话 用的也非常非常多 那免费版本的话 每天它会给你150分 每生成一张照片 你看右边的话 它会显示消耗一定的分数 150分用完以后 你明天再来 它又有150分 左边的话 你可以选择一下 你的一个生成的照片的一个比例 比如说我们选择一层一个1比1 这里的话可以选择一下 你只要生成的图片的模型 比如说我选择生成一种 生死的一种效果 点一下它 而上面的话 直接点滴创建就可以了 而这个的话 有风之前已经生成好的一张照片 那一个非常酷炫的美女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 点击一下它 然后把鼠标放在图片上面 那左下角这里有个下载按钮 我们点击一下 就可以把这个图片下载下来 那大家的话 可以多时几次点击这个生成 它可以帮我们生成更多的 比较酷炫的一个美女的照片 大家可以在里面的话来选择一张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这张 我也可以把它下下来 这张美女的话 我也可以把它下下来 下载下来以后 回到我们的黑转 我们点击这里有个上传图片 我们点击这个上传图片 把我们刚才的美女的话上传进来 比如说我把我这个美女的话传进来 传进来以后的话 直接点击右边这里一个生成就可以了 而现在的话这就显示我们正在排队 那白天的话 如果说用的人比较少 可能速度比较快 如果说在晚上高峰的时候 可能用的比较多 这里的话可能就需要 可能有时候需要半个小时 有时候需要一个小时 而有风今天白天测试了一下 速度的话还是很快 可能也就十分钟八分钟就搞定了 这里再给大家推荐工具 它可以进行一个AI换脸 那方法的话非常简单 我们来试一下 等一下我们先把我们比如说我们刚才的美女 那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换一下脸 比如说我点击左边这里有个换脸 如果说你英文不好的话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 你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中文就可以了 点击左 你这里有个立即换脸 我们来点一下 那这里第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上传一下我们的目标图片 比如说我把我这个美女的话放进来 把它的脸的话稍微换一下 那我这里的话又生成了一个美女 等一下我把这个美女的脸 因为我刚才用这个AI生成的美女这个脸 用这个美女的脸把它换掉 我们来试一下 那大家的话可以用这个方法可以灵活运用一下 可以 非常有意思 把我们的目标图片拖进来 刚才我们用 雷拉的AI生成的 直接点击一个换脸 这个的话我们刚才已经换好的这个脸 大概长什么样 我们把这个美女 换成了这个美女的脸 大家对比的话 大家来感受一下像不像 当你的脸换好以后的话 你可以把它保存下来 你直接点击这里 下载就可以了 下载下来以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同样可以来到这里 把我们刚才换好的脸的话 直接穿进来 那这种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大家可以操作 可以想象的空间的话就非常非常大了 左边的话导入你的语音或者说导入文字 右边点击生成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多去灵活运用一下 这个的话刚刚有风作的这个脸的话也已经生成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的视频生成完以后 那还有一个用法的话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简映 我教大家怎么样来制作一个素质人视频 打开简映以后 他把我们刚才制作好的素质人的话 他先导入进来 然后我们把我们刚才的素质人 比如说这个拖到我们的轨道上 那后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个其他 比如说你的其他视频 或者说那后面的话 你也可以加一个你的你的其他视频 把那个比例的话 你说比例 我们调成一个16比9 把我们这个人的话放在我们的上面 再把我们这个图的话稍微放小一点 那你可以像有风这样放在右边 或者说放在你的右下角 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画面 这里有个蒙版 这里比如说选择一个圆形的蒙版 那我们可以制作这种 像这种类似圆形的 AI说话的素质人 做好用 你比如说你可以给他移到右下角 移到右下角以后 我们就可以用美女的话来讲述我们后面这个故事 你看大概的话就会是这个样子的 后面的话 他这个后面的话 你可以放上你的视频 那前面的话就是放上你这个素质人 来讲述你这个故事 那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最后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那制作好以后 我们直接点击右上角 那这里有个视频导出 我们把它导出来就可以了 那导出以后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最终的这个视频效果 把视频导出来以后 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点击 来到你的右官后台 右上角点击这个上传视频就可以了 当你的视频达到上传就可以了 当你的频道达到1000粉丝 过去365天以内达到4000小时的订阅 那你就可以申请开通油管的合作伙伴计划 你就可以开始用视频来赚美金了 还是非常简单 大家只要勤快一点 我相信很快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希望有空今天的分享能对你有所帮助 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那我这个视频主要分享的就是一些网上赚钱 做视频赚钱的一些方法 希望可以帮到你 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给你有缝留言 那本期用到的所有的工具链接 我也回放到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希望你们最好打开链接 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